随着商店切刀问题持续增加 以及消费者仍不习惯自主结账 近来美国已有一些超市停止使用自动结账机 转而由收银员代替顾客进行结算 包括沃尔玛、好市多与伟格曼超市等大型连锁商店 都正考虑大幅改变经营策略 以避免遏止零售盗窃与诈骗 同时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许多消费者不断抱怨店家没有收银员协助结账的缺点 例如当推车装满大量商品时 消费者自己不想一一将商品结账 或在商品无法扫描或自主结账机故障时 必须等待服务人员前来处理 都让消费者心生不悦 零售业高层也开始怀疑自主结账最终能否成功施行 因为消费者没有结账就带走商品的例子持续增加 韦格曼与沃尔玛首席执行官无奈表示 这种零售窃盗问题 一年就让业者损失1000亿美元 零售业专家兰伯特直言 他我认为很快就会看到自主结账消失 根据一项全美首创的计划 数百名加州刑满释放人员可直接获得2400美元的现金以及咨询 求职援助和其他支持 该计划旨在缓解刑满释放人员的过渡和减少再犯 负责该项目的非盈利组织就业机会中心宣布 受助人将在达到一定的里程碑 如在找住所和工作方面取得进展后 通过一系列付款获得这笔钱 其目标是让人们有机会在出狱后最关键的几天里支付最基本的需求 如公交车费和食物 该组织帮助那些出狱的人找到工作 实现经济保障 加州州长的劳动力发展委员会将提供690万美元的拨款 以促进社区组织的发展 并扩大所谓的为钱囚犯提供的重返社会服务 其中约200万美元将以现金形式直接支付给钱囚犯 12月12日 阿斯曼与三星电子签署了一项备忘录 将共同投资1万亿韩元 在韩国建立研究中心 利用下一代集子外EUV光刻机研究超精细芯片制造工艺 尹熙悦从周一起对荷兰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 根据日程当地时间周二 尹熙悦将与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 三星电子会长李在荣和SK集团会长崔太元 共同走访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迈总部 与该公司现任首席执行官 彼得温宁克参观主要设施 并探讨加强芯片供应链和技术创新领域合作的方案 近段时间以来不断有网友晒出空姐转行入职相关新能源汽车公司 成为汽车销售的图文消息 在相关社交平台上搜索话题词空姐转行 马上就能搜索到了一批类似空姐集体转行卖车 入职为小李空姐转站理想人的图文贴 那么在中国真的有大批空姐转行去卖车吗 对此理想汽车公关负责人近日回应媒体称 没有经过特意统计但是数字比例绝对不高 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除了空姐还有奢侈品销售 豪华车销售高端酒店销售转行卖新能源汽车 某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空姐跳槽是正常现象 但并不存在大批或集体辞职的情况 近期确实有离职的但具体去了哪里 我们并不清楚 另一家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并没有听说空姐集体辞职转战新能源的消息 一位汽车行业人士坦言 空姐跳槽新能源汽车转行做销售 属于个例不能以偏概全 请看更新的一位cho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o这个项目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